这才几天呀 十九国联军已经有六国都跑掉了 关键时刻 哪有什么人愿意帮你韩国去打仗呢 最近一两周以来 朝韩局势逐渐升级 各方都认为一场大仗 是不是马上就要打起来了呢 此前我们的节目就说啊 朝韩这边局势相对是比较稳定的 一方面朝鲜没有意图要动手 韩国更不想动手 另一方面 朝鲜后面占着中俄两大强国 尤其是俄罗斯已经发生了 俄罗斯表示说 他和朝鲜要建设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而且根据相应的盟约啊 朝鲜如果遭遇到侵略 那么俄罗斯是要派兵的 当然很多人都说 现在用不上俄罗斯给朝鲜派兵 现在是俄罗斯的国土 已经被乌克兰侵略了 两个多月了 所以根据盟约 是朝鲜要给俄罗斯派兵 当然朝鲜派兵 他也不吃亏 为什么 我们知道前苏联时代 在金户会的格局之下呢 朝鲜每年从苏联能拿到大把 非常非常便宜的石油 这使得上世纪七十年代 朝鲜的经济比韩国好得多得多 那个时候哪有什么脱北者 那个时候很多边境线上的韩国农民 都想跑到朝鲜来生活 朝鲜为什么经济好 就是因为朝鲜的现代化农业发展的特别棒 而现代化农业大量的需要石油 苏联给他很多免费的石油 到了苏联解体之后 苏联一点石油不能给了 朝鲜一下子就崩塌了 农业根本就没法生产了 所以才出现了大饥荒 才出现了苦难行军 而这一次呢 朝鲜和俄罗斯联系的又更加紧密了 我们早就说啊 对朝鲜来讲 人力它是有的事的 你想啊 短短两天时间就能增兵140万 在全世界有哪个国家能做到 而这么多的人力 真的要拨个几万 十几万军队到俄罗斯去 那能帮俄罗斯解决大问题 帮了大忙了 而另一方面呢 俄罗斯头头暴力 俄罗斯什么不缺 就是石油不缺呀 真要免费给朝鲜送点石油 那解决朝鲜经济大问题了 现代化农业又可以开展了 所以这是一个两全其美的决策 而另一方面呢 韩国那边一开始声势叫得很大呀 说以美国为首 有19个国家的军队驻扎在韩国 随时随地给你玩票大的 给你搞一个大战 但是除了美国有那么不到三万美军之外 每年还得给人要十几亿美元的驻军费用 剩下那些国家都是架子 这个国家派30个人 那个国家派50个人 那就是给老美个面子而已呀 上世纪70年代 人家联合国已经把所谓联合国军司令部 这个名义给裁撤掉了 是美国不要脸近50年以来继续用着这个名义 但是一听说 怎么朝韩半岛这个局势有点紧张了 很多国家心想那还待着干嘛 短短几天就有六个国家撤军了 当然了总共就180人撤军 包个飞机就OK了 对于这些国家来讲 我何必让自己的军队在你这卖命 什么便宜捞不着呢 帮着韩国打朝鲜 那何必呢 和平时候给美国个面子过来助点军 分享点军费也就罢了 只要一打仗赶快撤 比这个侨民撤的还快 所以大家看到了吧 朝鲜和俄罗斯那是真朋友 关键时刻那是权力相挺 而韩国那十几个驻军国 我看真要一打起来 还得有一半跑掉啊